宣读台湾民政府的主张及立场 1.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 3. 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促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 4. 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的事物不合作也不配合 不论你去网路、YouTube看过也好 你新台灣論讀真實的 甚至你頭一邊接觸什麼是新台灣論 日本主 都沒關係 最主要是什麼 我們今天在這裡在聽音樂 我們最主要是什麼 要了解什麼叫做台灣法理 大家想說 台灣法理在世紀看的 白紙黑衣 很簡單對不對 但是裡面有簡單嗎 有簡單嗎 不簡單 剛才兩本 一本就六百多了 兩本合起來幾個 頭不會完 其實頭會完 我們今天要大家分享 其實各位 我們每一天的時間很零散 但是我們思想都是什麼 大家開工 看電視 跟跳過去了 其實這個時間很頂多 我們如果理解起來 日本新台灣論 補修來說 你一天如果開一個 十分鐘也好 十五分鐘也好 甚至是半點鐘 你差不多兩國月 日本就差不多打完了 差不多 有的是一些中美時代 他上課之前 稍微開工 他有說 我頭側 記不上去起來 會怎麼樣 其實工廠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我們都有看過連俗教 有沒有 有看過連俗教有沒有 有啦 其實我們每一篇 新台灣論每一篇章節 你可以用理解的方式 不是公共要記起來 我們想看看連俗教 大家看完連俗教之後 是不是要記起來 那個俗教是什麼 剛才有什麼一模 發生什麼事情 有嗎 甚至連他講的話 你還記起來 會不會 你把那個重點的部分 動作拿產 想說 兩個俗教 才配合時間 他們來用的 譬如說 這部是什麼 這部演出的就是 台灣法理 這部連俗教裡面 有三個主角 這三個主角 來來往往 從過去到現在 發生的事情 你把整理出來 你可以用一張紙 稍微下來 重點 時間 像現在電視連俗教這裡 你看看的時候 都會記得 但是 我們有一個本位主義 就是本位 我們想說 這就是一本主 那是連俗教 所以 當看連俗教的心情 看到主來 我就開始頂打 這是一本主義 很嚴重 所以 我就打 我記憶就是沒辦法 當然會 當然會 打的不記得 但是 要以後不會記得 有一個 比 比一個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們以後 如果說不記得 其實你才會記得 就是說 這本主很高 如果說 帶了 說太重 你也可以把什麼 分作章節 你把重點 寫下來 回來再看 很高 你帶了 說他帶了 你當作 一塊黃金 帶在生骨 可以嗎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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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例 其實說他知道 你要用錢 換得到嗎 不一定換得到 比如說 我當時 以後 以後控訴 研究下來 兩本 不只 新台灣論 還有 台灣戰爭史回顧 我們 時光走廊 看了 都幾本 有四本 那是 新台灣論的 內容 還有什麼 跟上誓講下去 很多 還有 台灣的 最終地位 台灣的最終地位 也是幾十本 所以我們的時光走廊 旁邊 那是幾十本著作 有沒有 很多 包括 第三本 台灣 最終國際地位 那本的第三本 傳播的什麼 原文書 你說有什麼 第一次 他控控留年十月二次 控罵案的 訴訟 內容 來往的文書 很多 所以 你說這個 法例的 範圍 你說 說真寬 真寬 說真寬 不寬 所以 突然說 這個科教台灣禮 你要用什麼 用輕鬆的心情 用輕鬆的方式 你把感慨的內容 把它記起來 有一點 當時說 我現在 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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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把每一個 清便切肉 包括你 吃肉的人 你要說到 心灘的內容 想看 換你來 分享 的時候 有辦法 你要問自己 有些 想說 我都聽著聽著 聽著 熟 各位 我們在外面 在選團的時候 去封到民眾 重點 要怎麼說 我們基本上 有一個動心 經驗證 我們在本 名模 還是傳單 我們要把 我們封到的 好不容易封到的 它也 真 行為 紛 去封到我們 我們要怎麼把這個 這個民 說 台灣的國際 台語是怎樣 表面上 現在我們看的 各位 你認為你是台灣人的 請牙手 你是台灣人的 請舉手 請放下 你要怎麼證明 你是台灣人 你帶來正經 是不是這張 來看看 那個 看一下 現在變成一般 民眾 拿的 是不是這張 政經 那個 身分證 對不對 一般人 是不是說 我拿身分證出來 身分證 是不是這張 是不是這張 是不是 是不是 誰的錢 請牙手 沒有嗎 好 你有新稱台灣民眾 政府金片身分證 的請牙手 好 請放下 現在 目前是 他拿到這張 對 這張是 我們的 政經 是不是 在外面 在國外 用這張 有效嗎 有什麼 沒有效 來我們的 家庭 給大家看 還有 那個 那張 那張 他們現在 普通人 拿的 一般外面 拿的 拿的 出國 拿的 是不是這張 民眾什麼 中華民國 Report of China 這個China是什麼意思 中國 對啊 Report of China 啊 這個 哪有台灣 所以叫做 台灣 護照對不對 不對 抬頭 抓頭抓尾 這個封面 什麼 中華民國 你把這個 在上課的 當水米 生生 當人 領導人 領導人 的時候 他跟上課 所以美國 後來 是不是說 陳水扁認真是什麼 有一個封號 給他 麻煩製造者 trouble maker 這個就要說不清了 這個車連排 還加這個 哇 南南做會 所以造成 很多民眾 普遍的 一個錯誤的概念 就是什麼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對不對 不對 不對 台灣這邊土地有主人嗎 我給大家問一下 因為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請牙手 不對請牙手 謝謝 請給你 各位 台灣有主人嗎 無相 憑什麼 這問題 鋼書先提供給你 大家做思考一下 我們先看那個影評 帶這個護照 我們先看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的記者 去訪問的結果 來 大家 蘋果直擊 拿中華民國護照 進去聯合國 最近網路上正傳無法使用 中華民國護照 進聯合國參觀 蘋果日報記者 今天來到聯合國總部 拿著中華民國護照 實際測試看看 到底能不能進去 走 這次在台灣的書籍 找到台灣的書籍 沒有台灣的書籍 為什麼 為什麼 中國人不受到台灣 所以他們不能去找他 所以他們不能這樣 誰說的 他們說 所以 就在大法院 武器 中國人說 所以我們不去找他 所以我們拿台灣的書籍 你拿到另一個書籍 所以我們拿台灣的書籍 你拿到另外一個書籍 一個書籍 只要是台灣的書籍 也有一個書籍 我认为一番负面的事我从来听到一年 是、是正常的事 这是我认为一生的事 你一直在那一生长时间 一生长时间? 一生长时间 我说比较多,五十年 五十年? 但我认为2014年我认为一生长时间 我看不知自己的事 但那个事现在 那些人都不知道在那时候 所以可能五年 可能它被判断了,但不被判断了 然后他们被判断了 我不知道,但现在 我看到至少20台湾判断 我说不 你能够购买它吗? 在哪里 你不能够购买它,因为它是免购买 所以是免购买? 是的 你必须购买它 你必须购买一个判断过来 展示我一个判断 展示我一个判断过来 然后拿一个判断 你怎么能够购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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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刚刚就是拿着中华民国护照 试图要进入 但是在门口就被所谓挡下来 而苹果记者向联合国求证 秘书长发言人杜嘉里科回信 表示公民成员要进入联合国大楼 必须要出示联合国会员国政府 投发的证件 这是我生日的一件事 你看到联合国 在顾问的警员 警员先生 你看他说什么? 这是我赌到最愚蠢的事 就是中华民国的护照 民党叫什么? 中华民国 哪里说台湾? 来我们看新闻前 来看新闻前 刚才他们说的 台湾ID 说的台湾ID是什么? 记者 在报的时候 也是要提示 记者前身小姐 你在报新闻 一定要叫什么? 白杂黑衣来报 那当我们刚才在介绍的 身份证 中华民国 对吧? 他这个民党叫什么 来我们做的 黏 中华民国 国民成员 它有什么? 台湾 国民成员 有没有? 台湾国民成员 他怎么说台湾ID? 各位 这民党有什么台湾吗? 要怎么证明这地方是台湾 来我们看他的背面 里面有什么台湾吗? 有没有? 没有啊 出生地台北市 就算他民党叫台湾 他只是出生地 但是不行 代表他是台湾 台湾是什么地方? 美国的军事 占领地 不是国家 中华民国 是流氓政府 不是台湾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这是重要的总控 好 来我们看看 那个 有两位东西 第一个疑空 15年 十月份 他有去日内瓦的联合国总部 来我们看哪一片 某 Marines 農曆 北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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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聽 他講一二年 當時擔任市民當局的嘉義市的市長徒刑座 就發生這樣事件 他帶到中華民國立式的那本 學校參加新聞政 他們都 英語都說IDID 教教有辦法進去嗎 學生證有辦法進去嗎 那一定有問題 來我們繼續看 我們有ID卡 driver's license and insurance and also this like you have insurance and also this like you have our photo ID is in car insurance card insurance card yes and ID card we have different ID card yeah I think you are driving license no no not everyone drives yeah but all credit card in your phot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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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cannot accept we cannot accept the passport here you cannot you cannot 有台灣網友到日內瓦旅行 打算參觀聯合國歐洲總部 想去紀念品店賣個聯合國馬克杯 拿中華民國的護照的人 可以叫台女嗎 可以叫台灣的女生嗎 紀念頭一開始 白紙黑衣 護照也好 新聞證也好 紙頭紙尾都說是中華民國的政經 甚至 新規定所在的 都是中華民國的招票 參議員家 他們家 所以 10塊50塊 甚至一塊 五角 各位 你如果好期 你可以拿起來看 臉上印什麼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不是國家 不是耶 台灣跟我們代表國家 也不是耶 甚至最近 前陣子 新聞 中華人民共的國 已經公開的選試 但是 在台灣的這個 市民黨叫蔡英文 所領導的這個集團 將近以後 不可以使用什麼 中華民國這個抬頭 一個中國全世界的共識 是對一個 中華人民共的國 在法理想 現在目前 全世界 一個中國 就是中華人民共的國 他已經開口 已經說了 你不能再使用中華民國了 說得很清楚 說得很清楚 所以 他拿 是台灣女生嗎 來自台灣的居民 他拿呢 他拿正經 他要去日內外旅行 參加 參觀聯合國歐洲總部 去紀念品店買什麼 聯合國馬克杯 這件東西 來 他拿什麼 台灣護照 是嗎 中華民國護照 有時候我們記者 你不敢說 中華民國護照 嚇唬 北斬黑衣 寫在民店 有那麼困難嗎 各位 我們 在看新聞 有時候你要注意 電視媒體 所團補 讓你的資訊 有符合法理嗎 一個一個 定到 他沒寫 寫不對 我們隨時要注意 不可以說 媒體說的就正確 北斬黑衣 對 對嗎 對嗎 中華民國護照 你持台護照 各位 全世界目前 沒有台灣護照 北斬黑衣 英文也好 甚至 中文 有什麼台灣護照 你只用貼紙 打在民店 就讓他們 繞起來了 繞起來了 打一張護照 護照 不可以打一張 大座 貼紙 打在民店 可以跟他扁嗎 不可以 不可以 一張貼紙 一張貼紙 一張大座 打在護照民店 就可以改變你的 國籍 各位 你想想看 這張印貼紙的工廠 它管理為什麼 比聯合國更更大 有沒有 所以 你在護照民店 打貼紙 有效嗎 沒有效 發理就是發理 照什麼 北斬黑衣來 來我們繼續看 在入口處出示 中華民國護照 好來 出示 中華民國護照 在抓頭 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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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45年九月齊義簽導航書就是日本天皇 在8月15日向美國總統導航就是盟軍投降的那一天 然後九月齊義就是派代表崇光潔在日本的東京東京 我們秘書李建民政參加麥克阿瑟所主席的壽祥書 就是日本祥福文書簽訂的那些既句就有九月齊義 然後1945年的十月25日麥克阿瑟透過一號命令 基頂就相解就將開設應義辦的一號命令民政有什麼蔣介石 不是基頂中華民國一來的這個人是什麼 代理美國台辦軍事占領這件事 然後中華生什麼 一九四九年的四月二三 中華民國的南京政府覆亡覆滅 1949年的4月23號南京政府就不去了 這些人走在哪裡去 離開南京城 有的走去成都 有的走去重慶 副總統李宗仁也走起來 走在美國 後來勁解一下 在一九四九年的十二月初 這收款 美國收款給他 遵許他到台北市開始什麼 流亡的開始 一九四五年的十月25日 他來的這些 派來的這些代理美國的占領軍 我們這些人陳宇 我們知道 有帶領什麼 台灣省省政長官公署和什麼 警備總司令部兩個單位 一個官民書 一個官民書 這兩個單位 在一九四九年的十二月初 哇 一萬來的這個 中華民國政府才變流亡政府 一九五空年寒戰 這段新聞聽到 美國有什麼 進軍在哪裡 浮山港 有啊 剛才浮井會剛才落台 朝鮮半島很不平靜 所以 美軍就去了 現在 浮山港 很流亡 這題外話 這些 流亡當局 發生這些事情 在 二雄一一年的 六月二九 由中華民國當局 現在變 中國流亡政府 現在變成殖民當局 我們看到中國殖民政權 有啊 台灣民政權主張和立場 對中國殖民政權 流亡中華民國政府 對同事物不合作也不配合 中國殖民政權 說了覆蓋 說了很清楚 這些事情 在這裡實現 二雄一一年六月二九 你知道嗎 黑法簽下去了 兩邊有要打嗎 蔡英文也好 蔡西志明也好 會戰爭嗎 所以 他拿的這個 他也不可以代表 台灣 所以 他的負責 所以他的負責當然有問題了 說不可以了 所以負責什麼 就不可以進去 這樣 大家有稍微了解嗎 而且 建委說啊 你出你的 中國負責 正確啊 你拿中華民國 綠色的護照 綠色的護照 那個封面 揭起來 裡面就是 Report of China 各位 世界 共識的 一個中國的 People Report of China 你 以前你什麼 Report of China 當然 他也 這個 整台人員當然要要求什麼 你要拿你的國家 正式的 叫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不就是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新聞情 你才去參觀 歧視 哪有歧視 你拿錯誤的政經 人要求你拿錢辦的政經 合情合理 不是歧視 是 自己本身 觀念有問題 你拿的證件 也不能代表你的身分 所以 有爹有正義之下 當然 人家有管理 跟你既轉 不讓你去 所以 這個 這個 新聞 這個 兒子 說明 各位 我們用法理的角度去解釋 去了解 狀況 就是這樣 如初 來 繼續 就可以進入 讓他覺得被嚴重歧視 將事情經過PO上臉書後 已經有上萬人分享 歐洲總部是很多人到瑞士日內瓦參觀的地點之一 但卻有台灣人被鋸於門外 黃友蔡小姐在臉書PO文 9月15號下午3點多 這時間點 九月十五 會卡 欸 有 有 有 他空英五年的九月十五 會補3點20分左右 他在日內外旅行 這都 自己蔡小姐本身 八年前來過一次 八年前 等一下 2015-8 等一下 你稍微想一下 好來 繼續 9月15號下午3點多 前往聯合國歐洲總部 櫃台人員看了他的護照說 這個護照不能用 你有身份證嗎 看完身份證才說 聯合國不接受他的護照和身份證 蔡小姐很納悶 明明八年前就用同一本護照參觀過 怎麼現在就不行呢 對方口氣更強硬了 說台灣屬於中國 規定改了 如果 來 繼續 他拿出大陸護照和身份證 才能夠進去參觀 來 看一下 然後記者裡面說大陸 對不對 大陸 聯合國總部的人 他是說拿中國護照 記者馬上自動翻譯 中國 有沒有一個國家叫做大陸欸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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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那個護照民上面大陸 那下什麼 英語的大陸 有沒有 沒有啦 怎麼這樣 齁 齁 齁 台灣居民的人客 不是搶啊 跟所有民啊 欸你這不行啊 你要拿中國的護照 你跟他說 不是搶喔 這個用語要注意喔 什麼叫搶 人在玩家 帶一人人 拿家師 要跟他們打 要打之前 跟他們 搶什麼的搶 那 事實人 聯合國總部 拿武器 要打 這個搶不可以用 在使用文字的記憶 各位 我們這個新聞媒體 在看 他們的用語 我們要注意喔 什麼 要注意 不可以黑白色 這個搶是什麼意思 拿武器 要打 集團的打 這個搶不可以色 拿中國護照 中國身份證 就要進去了 進去 進去 Republic China 所以你當然要拿 中國護照 跟中國的身份證 中華 中國護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身份證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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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繼續 質疑一個台灣人怎麼可能有大陸護照 感覺備受屈辱 聯合國說 台灣人可以持身份證 不承認中華民國護照 好 結束 台灣政府的身份證 看清楚 來 停 來 坐會量 台灣政府身份證 面上什麼 面上什麼 台灣政府身份證 台灣government identification card 還有什麼 身份證字號 在二孔一一年的八月份 美國已經統帝了 臺灣民政府開始發行臺灣民政府晶片身份證 這個身份證 來我們看一個官網的贏片 先等一下 等一下要接著看 我們先看官網 秘書長在2011年12月31號忘年會的時候 明天時光走廊會有上課 那個時間點 秘書長接受訪問 我們看短片這個身份證的發行經過 來 結束 我們看那個官網 我們看到官網那個 這個先點一下 點縮小就好了 看官網 來 我們看這裡 注意聽 今天發放的身份證是什麼樣的形式 是哪一個單位發放的 大概有多少人 我們所謂 頭一次發的身份證是一千份 那一千份的主管單位是兩個 一個是美國軍事政府 另外一個是臺灣平民政府 臺灣民政府 我們這次是交由六個州的州長來發 但是一定要本人來領取 這一張就是我們今天要發的身份證 臺灣政府身份證 這個標誌就是美國軍事政府佔領臺灣的標誌 那這個標誌就是臺灣民政府 這個所謂圓 那個圓的意思就是說 臺灣原來是日本的土地 那麼日本政府放棄 這個後面有一個USMGTCE的Number 這個所有的臺灣的所有人 都每一個人Number都不一樣 那個Number是誰給的 美國給的 美國給的 不是臺灣民政府 我們給的 美國給的 美國哪一個單位給的 美國的國家安全單位 對 那這個紅色的這個身份證字號 是沿用中華民國的 因為他們已經有一個系統 美國說你可以沿用這個 美國軍事政府 有授權臺灣民政府 發放這個公民的中證嗎 是 有 美國軍事政府 已經授權臺灣民政府 發洩臺灣公民身份證 什麼時候統一的 美國軍事政府 2011年的8月份 開始通知我們 可以發放公民身份證 好 那我們看一下那個官網 那個臺灣民政府的組織架構 來 後面的童心請往前坐好嗎 在這邊 沒關係 先聽課好了 先聽課 好 往前坐 比較清楚 OK 童心這邊 第二排這邊 來 這邊請坐 謝謝 你也一起 一起 沒關係 好好 OK 謝謝 好 OK 來 我們看一下 那個 往上翻 架構 我要看架構圖 往上 往上 這個 看清楚喔 臺灣民政府的組織架構 在講這個架構之前 各位 我要告訴各位 今天來參與課程的童心 什麼叫臺灣民政府 剛剛好 臺灣民政府 看清楚 臺灣民政府 根據什麼 所組成 請你記下來 根據戰爭法 由美國軍事政府 所軍事佔領的臺灣 這片被佔領地的人民 所組成 Civil Government 根據戰爭法 臺灣民政府 可不可以改名字 叫做臺灣國政府 臺灣臨時政府 不行 這個名稱 臺灣Civil Government 就是根據 戰爭法 國際戰爭法裡面的 Civil Government 在戰爭法的裡面 組織架構 看清楚喔 主管的單位 授權的單位是誰 美國軍事政府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已經授權 秘書長是哪一個單位 國安參謀聯席會 各位 請你記清楚 秘書長在這裡喔 美國軍事政府 已經授權 臺灣民政府 Roger Chaslin 這是在 臺灣 臺灣民政府的 國安參謀聯席會 已經授權 臺灣民政府 開始發行 臺灣民政府的 晶片 身份證 剛剛影片跟大家講 好 OK 我們回到首頁 剛剛 那個還沒看完的影片 聯合國的影片 謝謝 來 影片 這裡 看清楚喔 這個 這個 Number 秘書長講的 中華民國當局 也就是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這個身份證的字號 美國說 你可以沿用 為什麼美國權力那麼大 比中華民國還大 各位 剛剛一開始 已經跟各位講了 中華民國當局 他為什麼可以來臺灣 因為 美國的 總統杜魯門 授權 麥克阿瑟 處理亞洲 這一個部分的 有關 戰爭法 有關 軍事政府的 佔領 由授權 麥克阿瑟 來處理 那麥克阿瑟 透過一號命令 General No.1 Order 裡面已經指定 蔣介石 派他的佔領軍來 那1950年的韓戰 救了蔣介石 所以我們有聽過 台灣是 蔣介石的什麼 反共的跳板 結果三年 五年 還要變永久 還沒走 青天白日 曼帝王 一樣在凱道 在飄揚 他轉型叫什麼 殖民當局 中國殖民政權 這個身份證字號 其實美國說 你可以沿用的意思是什麼 這個其實是 美軍在管理 被佔領的人民的 身份證的字號 中華民國是 跟美國 是同盟國 是同盟國 他使用 美軍管理的編號 身份證字號 那我們跟美國 軍事政府是什麼意思 關係 各位 美國的國家法人是誰 美國總統 他底下 美國國務院 美國的國防部 美國國防部 裡面就是 美國軍事政府 在哪裡 美國的五角大廈 在五角大廈 美國軍事政府 他說這個可以沿用 他說這個可以沿用 當然OK Roger Sexton 這是秘書長的 英文名字 請你記下來 這個身份證最主要在哪裡 USMG TCG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後面這個Number 不一樣 每個人都不一樣 在哪裡 這個 美國軍事政府 大家想說 一般人都說 我也沒看到台灣 美國軍事政府 但是 各位 舊金山和平條約 在1951年的九月設備 簽訂 由 日本政府 第一件的修償 吉田茂 和 五十一的國家 其中的四十八的國家 所簽訂 尤其是全世界的 要共同遵守 比憲法更高的 國際條約 國際條約 1952年的四月二十八號 生肖 生肖 之後就是大家要遵守 它第四條的筆款 裡面就有什麼 美國軍事政府 這個 合法的依據的 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究竟和平條的二條筆 第二條筆款就是 日本政府 放棄對台灣的什麼 管轄權 不可以灌籃 但是 土地是誰的 土地是誰的 日本天皇 所以 我們 這會看 我們一起看到 右手邊 有兩幅圖 藍色那一幅 各州的辦公室 跟郡的辦公室 都會看得到這兩幅圖 左邊這一幅 上面會寫什麼 日暑 右邊那一幅 美戰 日暑 日暑什麼意思 台灣民政府的主張跟立場 各位 我等一下會秀給大家看 我們先看到這裡 日暑什麼 我們要怎麼講 屬日本 NO 你要講得很清楚 台灣這片土地 主人是誰 依據國際法理 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灣所有權 看到日暑那一面圖 照片 這個地點在哪裡 在現在日本 東京 二重橋 這個地方叫二重 我們知道有三重 對不對 三重 新北市是不是有個三重區 在蘆洲的旁邊 有沒有 三重 它叫二重 二重橋 就是兩 兩座橋合起來 所以它叫做什麼 二重橋 它裡面是不是有個宮殿 那個就是天皇居住的地方 那 台灣這片土地是 那兩隻鵝的嗎 湖面上 河面上是不是兩隻鵝 不是喔 台灣這片土地是 裡面宮殿所住的人 是誰 國家法人 日本 大日本帝國 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被 被軍事佔領的 一方 這片土地上 我們這邊土地上 有兩種人 尖命者 跟被尖命者 征服者 被征服者 征服者 征服者是 美國總統 杜魯門 開始 被征服者是誰 大日本帝國的天皇陛下 當時是昭和天皇 昭和天皇 1945年的8月15號 像 美國總統 也就是盟軍的最高領袖 美國總統 杜魯門 投降 然後 他就代表什麼 國家法人 日本天皇 包括現在的日本 他的所有權責也是 日本天皇 再來 旁邊那一幅 他會印上 美戰 美國佔領 對不對 太籠統 太籠統 太籠統了 你要說什麼 美國總統 惡友 台灣 這什麼樣 美國總統 握有台灣佔領權 那誰的權力最大 佔領者的意志 代表法律 代表命令 大家記得 佔領者的意志 代表命令 代表法律 這在台灣 新台灣論也好 台灣戰爭史會故也好 內容 相關文章 都有講到 這一方面 大家要記清楚 征服者 現在 接任者是誰 川普 歐巴馬協任是川普 所以大家記得 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究竟要和平條約 台灣關係法 這是荷爾卡的依據 美中三個公報 因為在台灣關係法裡面 中華民國的流氓政府 就是中國殖民政權 他所沿用的身份證 我們為了跟他 在法理上 有很清楚的區隔 所以根據這個台灣關係法裡面 這些內容 我們 由美國 軍事政府 授權發行的 台灣政府身份證 證明我們的法理身份 出國 才不用跟人家什麼 講不清楚 台灣來 我們不是中國人 講了一大堆 你拿了這個 就很清清楚楚的 表明你的身份了 重點在這裡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USMG TCG 身份證 上面可以很清楚的印出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這是最有利的一個證明 這個是美國軍事政府 佔領台灣的標誌 也就是代表旗 在這邊 美國國旗 美國軍事政府代表旗 代表日本天皇 這是代表美國總統 日本國旗代表什麼 日本天皇 然後旁邊那個 台灣民政府的代表旗 台灣民政府代表旗 各位 今天來上課 童心 學員 我們跟你介紹一下 黃色是代表什麼意思 亞洲 我們是黃種人 黃色 中間綠色的 台灣 很清楚嗎 中間那個Logo 各位 那個就是美國 美軍 代表的一個Logo 就是按在上面 那個美軍 藍色 白新的 那 紅色 那個大圓呢 代表 大日本帝國 皇帝 就是 日本天皇 這是台灣 澎湖 這個地區 這個區塊 是日本天皇 保有 所有權的區域 所以外面那個 紅色的 圓 這代表日本天皇 那 白色的星星呢 有六顆 代表什麼 有六個州 從北到南 宜蘭州 台北州 新竹州 台中州 台南州 高雄州 澎湖是哪裡 高雄州 所以 有六個州 大家 要清楚的話 可以點到 臺灣民政府官網 所了解 這個地方 你如果有紫外線的燈 你可以在這邊看到什麼 代表 日本天皇的 日本國旗 紅色的 日圓 在這個地方 OK 好 那我們繼續看 東高雄 子 、高雄 、高雄 或是 東高雄 各個州 光雄 都 還是 市民 開來 大陸 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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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 西日 西平 西日 我們現在要準備 我沒有 這就要去 好 停 剛前 看到新聞媒體所報的 在日本五年的九月 那個蔡小姐 她拿到中華民國的新聞證 和購物 買到日內瓦 聯合國總部 買到她 你看拿到台灣民政府 晶片身份證 買到什麼 參訪證 買到這些東西 有沒有 你買個馬克杯 然後我們拿著台灣民政府的晶片身份證 進去呢 買到領帶甲 要10圈還有什麼 相關的紀念品 有沒有多 甚至買馬克杯也沒有問題 來 繼續 入圓證 2015年的10月5號 她是9月份那個蔡小姐 進不去 拿什麼 中華民國的護照 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進不去 拿著台灣民政府的晶片的身份證 同行 進去的 2015年10月5號 中華的12點07分 拿到入圓證 看清楚喔 United Nations Office at 日內瓦 這是日內瓦的英文 Tour OK 繼續 OK 拿在這裡 這個就是我們其中一個童心 你看 在日內瓦聯合國總部的會議廳 在這裡 做著拍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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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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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一點 電瓦國那個 案情的時候 我們拿這個 中華民國護照 是不可以進來的 然後 再加上 中華民國 國民身份證 這兩個一起 也是不能進來 唯有我們使用 我們 我們可以拿那個 由 台灣民政府所發行的 台灣政府身份證 這是可以進來的 好 那我們今天的任務就已經打起來了 那我們 我們就要準備要 離開 回台灣了 好 今年的任務 非常成功 謝謝大家 好 謝謝要到這裡 好 OK 很清楚吧 國際現狀就是這樣子 你拿著中華民國的護照 身份證就是 進不去 好 來 總統 Mr. President Trump 誰 有沒有人認識 這是誰 美國的副總統 兩位誰的權力最大 在美國來講 來我問各位 這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觀念 你認為 在美國裡面 權力最大 是美國總統的請舉手 請放假 副總統的請舉手 好 謝謝 請放假 各位 那個 講課 不用戴帽子 謝謝 彭斯 副總統 Vice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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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總統 跟美國總統 兩位 在國會來講 美國的參眾議院 他如果遇到表決 重大的事情 事物要表決 遇到同票的時候 票數一樣的時候 誰擁有決定性的一票 美國的副總統 所以 寬理雄都要請 美國副總統 代表國會監督 美國總統 外交 外交事務 美國總統是負責外交事務 所以大家記得 這是 我們 重新到 上回 大家看到 這個是 美國副總統 彭斯 這是我們 台灣民政府的 相關的 去參訪的 同心 台灣民政府 那個 參眾議院的 還有是 中央的委員 OK 看到 彭斯在這裡 這是 那一天 談話 23號座 來 我們看一下官網好了 看官網比較清楚 來 來 這邊 美國副總統與台灣民政府 官員的常會 來 我們點這一段 3月9號 副總統 副總統 彭斯 台灣 civil government very good 大家有聽到 來 看 聽 等一下 等一下 那個稍微往前一下 我們看那個 投影片 現場的投影片 來幫我們控制一下 來 開始 稍微放一下 來 播放 現在播放 好 停 太快了 往前一點 OK 好 停 你看這上面 有沒有 Vice Presiden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國的副總統 投影片上面已經寫得很清楚了 還有沒有第二個副總統 還有沒有第二個副總統 美國沒有第二個副總統 有沒有 還是叫其他人來代替 美國會不會欺騙人家 會不會 不會 所以大家記得 網路上 很多看人家吃葡萄說葡萄酸的人 非常多 尤其是 吃了 讀蘋果 理論的 很多這些 在學 學生也好 這些網 網路上的人 非常多 他們有嘴巴 在講 但是他們有沒有頭腦 不見得有頭腦 為什麼 台灣民政府做到的事情 中華民國 你做不到 我們可以跟彭斯副總統一起吃飯 甚至可以聆聽美國副總統在現場演說 非常精彩 台灣民政府已經在現場了 影片 甚至白紙一字已經告訴你了 Vice Presiden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很清楚 所以影片已經告訴你了 有沒有很清楚 非常清楚 有沒有模糊 沒有模糊 大家眼睛看 知道了 好 來繼續 倒叉都放了整齊 好 回到官網 這是3月9號當天 來繼續 往上 寫真 OK 好 放一下 我們影片稍微往前一點齁 來 好聽 各位 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旗幟 台灣民政府旗幟上面是不是一樣 它上面是不是一樣有什麼 有沒有發現一樣的東西 老鷹 其實上這個老鷹 其實是在羅馬帝國的時候 它已經流傳下來 所以 美國它也是傳統 就是它的 國家的旗幟上面一定會有隻老鷹 就是這個 這個是我們台灣民政府第二期的童心 它 非常 感覺很好 它說 我們 我們現在 中央會館五樓上面 那個是童的 這麼辦 東的 美國 一樣的 所以 一樣用那個 人家說當place的 壓模 壓住 一樣做這個 好 好 謝謝這個影片到這裡 我們回官網 好 往上 往上移 往上 來 來看一下這裡 就職典禮 很有趣喔 我們看到 我們秘書長夫人在這個地方 旁邊 美國政府所派的兩個 隨乎 維安 保護 秘書長夫人的安全 那 游錫坤 跟林佳榮 在哪裡 在這裡 它 裡面就職典禮的區塊 你要拿到 黃色的入場券 才能在這裡 這是當天 當天 就職當天 才拿到的 那 橘色什麼 藍色的 綠色 那個都在後面去 那 我們遇到 還有誰 代表 美國 獨立黨領袖 就是 帶領 英國 脫歐的 獨立黨領袖 那 在這裡 OK 中華民國 當局 你有辦法遇到這個嗎 這個是 美國總統 川普先生 最好的朋友 OK 那 有可能什麼 擔任 美國的首相 來 OK 還有遇到什麼 Julian Thirling 受邀 VIP 與台灣女性參加 美國 Right now 遵從 女性領導人 總統就職的請 早餐會 與 川普競選總幹事 現在是 執政資深的總顧問 Kelly 所以 共同 來早餐 往上 當時 就職典禮那天 有兩位參議員 美國的兩位參議員 跟50位的眾議員 參加台灣民政府主辦 新科參眾議員的餐序 由台灣民政府秘書長夫人 Julian Thirling 招待接見 這裡 OK 在這邊 主辦 好 來 繼續往上 有沒有 黃色的 有三張 兩張是隨戶 一張是秘書長夫人 在這裡 很清楚可以看到 川普總統 就任 就任的一個 來 往上 OK 繼續 這個是 美國高等法院舉行的辯論庭 有關於 流亡政府 流亡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存或是廢 那 這個 來 我們點進來看 這是暗號 16-5149 來 往上看 好 看一下 裡面內容 各位 有一期的 初級班的同心 課後有跟我問 上面怎麼沒有看到台灣民政府 Rodger CXLIN 就是代表台灣民政府 來 我們看一下 官網首頁 我們回到官網首頁 好 我們看到最後 最下面 官方證明文件 讓各位看 好 這個 點下來 點上來看 來 往上 美國司法部 與台灣民政府往來文件 美國 行政 立法 司法 他們是什麼 美國的政府結構 司法是獨立的 美國司法部與台灣民政府往來文件白紙黑字 寫得很清楚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這是美國司法部的 Criminal Division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Washington D.C. 20530 什麼時候 2012年的July 31 看好 Mr.Rodger CXLIN Secretary General 台灣 Civil Government 這是台灣民政府在美國 華盛領D.C.的地址 有沒有很清楚 Rodger CXLIN代表哪裡 代表哪裡 台灣民政府的Secretary General 所以 所以 我們剛剛看到的那一張 上面寫 Rodger CXLIN 就是代表 台灣民政府 這樣有沒有清楚 這一張 有沒有 白紙黑字 給你看啊 有沒有 OK 好 來往上移 Dear Mr. Lin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s of April 28th 2012th sharing your views on the visual status of Taiwan 謝謝您 在2012年4月28號 什麼時候 就今張和平條約的生肖日 分享有關於台灣民 台灣的法理地位的論述 這是美國司法部一個 來的一個信函 寫得很清楚 會不會騙人 美國司法部會不會騙人 美國司法部會不會騙人 美國司法部會不會騙人嗎 不會 不會 但是 在官網 公開 把這張信件 已經 在網路上公佈那麼多年了 這是不是正式的 對 可以值得你檢驗 來我們回到首頁 好 OK 先放旁邊 來我們 回到PowerPoint 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位就是 日本天皇 現在怎麼稱呼他 平成天皇 各位我請教 今年幾年 民國 一百空 一百空五年 空六年 各位要注意 喔 我們在講的時間 代表我們的民分 我們的 法理身份是什麼 各位 各位 土地民党有兩種人 選領者跟比 選領者 政府者跟被政府者 佔領方跟被佔領方 代表 征服者的美國總統 代表被征服者的 日本帝國的 日本天皇 他的同盟國是誰 Report of China 也就是China 現在聯合國的席次 China 就是他的同盟國 OK 美國軍事政府 佔領台灣的代表旗 跟台灣民政府代表旗 這個是戰爭法的架構 這個盃呢要記得喔 佔領方跟被佔領方 這兩個 日本天皇 他為什麼這樣子 他不是戰敗方嗎 各位 在國際裡面 全世界現在有國王有皇帝的 各位 你可以到網路上去看 他們的大合照裡面 因為有合 合 做那個 那些 日本天皇坐在那裡 第一次 我們看過的 手邊最大 你看邊的人也一樣 你面對 左手邊最大 右手邊 是 最小的 所以大家記得 日本天皇坐在 面對照片的左手邊 第一個 再來其他的 英國女王在哪裡 坐在中間 那後面呢 什麼丹麥的國王 其他的什麼太皇 那個都在後面 那個有一個合照 大家可以 有興趣可以網路看 他是目前 世界上 國家法人位階最高的 為什麼 日本天皇 從神武天皇到 平成天皇 他是第幾代 第幾代 一百二十五代 那即將接任是誰 德仁殿下 所以大家記得 平成天皇 再來什麼 要接任 接任的德仁殿下 這兩本 新談論上冊跟下冊 各位記得 初級班 上完之後 趕快去把這兩本 請回家看 2015年的9月份 他說八年前 蔡小姐已經來過一次 去日內瓦聯合國總部 他說那時候 可以 為什麼後來不行了 因為 2009年4月7號 美國聯邦高等法院的巡迴法官 在第一次控美案 就是2006年的10月24號 由台灣平民林志森等 228名 我們的 台灣民政府的 同心 一起去控告誰 美國政府 當時美國總統是誰 布希 國務卿 萊斯 控告的標的請你記清楚 在台灣民政府 在這個 新台灣論裡面 上冊 它裡面有寫到 這228名的 本土台灣人 他去控告的標的 就是台灣 人權保護 跟台灣國際地位 這兩個 標的為訴求 去控告 美國政府 那美國政府 他有權 表達 國家免訴 但是 有關於人權的部分 美國總統 美國的政府 他就必須 來處理這個事情 美國法院 要去處理這個事情 所以 這個法院官司 當然成立了 在2009年4月7號 有得到五項的結論 第一個 來一起唸 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第二個 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承認的政府 第三 本土台灣人 處於什麼 政治煉獄 第四 台灣仍然 在美國的軍事佔領當中 第五 美國的行政單位 應該主動協助 原告的訴求 誰是原告 台灣民政府 Roger Shisley 大家記得 這是代表台灣民政府 OK 台灣民政府的主張 以及立場 來 作為黏 他 他思語黏 普通話 我們黏著 黏著 黏著 台灣民政府的主張 第一 以具國際的法例 讓台灣國際的地位政上法 日本天皇保有台灣所有款 美國總統保有台灣占領款 美國總統有接任順萬國共法 實現台灣地位政上法 第二 遵守國際法 包含萬國共法 國際建政法 與金山合併調用 台灣民政府的立場 一 不遵守 用暴力 協武力 遵守各種方法 遵守留望中華民國 結束在台灣占領 第二 對中國 使民政權 留望中華民國 政府 替黨事務 不合作 也不配合 各位 第一點 我們要比較什麼 我們的朋友 包括 那兩項相比 你在做法例的說明的時候 點 在這裡 不是永遠的喔 注意看 開宗民意 向大家說明 遵守國際法例 台灣民政政府 地區的目標是什麼 台灣都立 努 撤謀 建國 撤謀 主題 撤謀 給台灣國際的地位政權 什麼 目前 主要的撤謀 美國 有照建政法來 處理台灣 這片撤謀的事情 沒有了 有 就沒有這個事情了 中國 食品政權 你望中華民國 在西藏 流行政府在哪裡 印度的達蘭沙拉 各位你想看看喔 西藏流行政府在印度 他有叫印度的人去選 西藏流行政府 有 中立的選舉嗎 有 有 印度 印度的西藏流行政府 在達蘭沙拉 有 印度的人 抽稅金嗎 有 有 啊 西藏流行政府 有 向印度的人 叫印度的人去做西藏流行政府的阿扁哥嗎 有 有 有 為什麼他可以 因為違反國際戰爭法 不對 不行 OK 日本天皇保有台灣收有款 依照什麼 馬關條約 下關條約 SIMULOSEKI TREATY TREATY OF SIMULOSEKI 美國總統保有台灣占領款 依照什麼 舊金山和平條約 23條的A款 美國是主要的佔領全國 美國總統代表 美國的國家法人 日本天皇咧 代表大日本帝國的國家法人 現在日本有代表日本帝國嗎 有沒有 不代表 不代表 現在的日本政府 是 和平憲法就是原來的大日本帝國修改第四條跟第九條 變成一部新的日本的憲法 它不是原來的日本帝國的憲法 所以它的政體 這是管理的架構改變了 主權所有權的架構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 就金山和平條約從第一條到二十七條 沒有對日本天皇做任何的處分 只是在第一條的B款 規定 把日本天皇管理國家大政的權力 交代給由人民所組成的政府 各位現在的日本政府 也是一樣 戰爭法的civil government 那個性質是一樣的 由人民所組成的政府 而不是原來的帝國政府 這有比較輕 國際版我會再說一次 各位今天最初級版 稍微了解就好 美國總統握台灣佔領權依據 就金山和平條約 美國總統有責任 為什麼有責任 因為他主要佔領全國 the principle occupying power 初級版有兩個重點 請你要記起來 第一個 佔領不移轉主權 要寫下來 等一下課後 你還記得嗎 睡覺我就忘記了 佔領可以移轉主權 在海啊 白上了 第二個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我再講一次 第一點 依照國際法理 國際戰爭法 第一點 佔領不移轉主權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美國軍事政府 佔領日本天皇 保有台灣所有權的台灣 澎湖 包括新南群島 他不可以移轉 這個日本天皇 保有台灣所有權的所有權 不可以移轉 雖然美國總統有佔領權 美國總統佔領日本台灣 都不可以移轉主權了 也就是所有權 所以要遵照國際戰爭法 再來 流亡政府 不得就地合法 各位你想想看 跟美國打仗那麼多的國家 那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好 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好 產生很多的流亡政府 跑到世界各地 組成流亡政府 各位 大家想想看 這些流亡政府 如果可以就地合法 那 中國 中國政府很簡單 中國就 關幾個 流亡政府出來 然後去美國 加拿大 紐西蘭 澳洲 去組成流亡政府 然後流亡政府 就地合法 那全世界 不是全部都是變中國的土地 這樣合理嗎 合法嗎 不行 所以國際戰爭法裡面 已經很清楚了 什麼時候 萬國公法裡面 在18 30年 1820年 1830年 這個拿破崙席捲歐洲的時候 那種 佔地為亡的觀念 已經過失了 已經不符合法理了 開西三行什麼 萬國公法 拿破崙席捲歐洲 軍事佔領那麼多國家 會不會變拿破崙的 不會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可以隔讓 所以軍事政府佔領 也不可以移轉主權 尤其什麼 這個佔領地 是殖民地 也好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也好 軍事佔領 它不可以變成它的 大家記得 那軍事政府什麼時候停止運作 在戰爭法裡面 這是軍事佔領 在當地的 民政府 可以完全取代 軍事政府的運作的時候 軍事政府的佔領才結束 而不是究竟這樣和平條約 所以生效了 美國軍事政府就沒有了 不對 這個觀念很重要 在新台灣論裡面有 所以為什麼要勸大家 大家在裡面 新台灣論也要請回去 好好的研讀 重點在這裡 有很重要的觀念在裡面 你沒有讀 不行 你要讀手 你要逃生 你想說 江蘇這個課要說一說 你回來就了解了 也不對 江蘇所說的是 新台灣論上下策 包括台灣戰爭史回顧 台灣最終國際地位 這裡面的精華 聽起來講 但是所有那麼多 我兩點鐘裡面 沒辦法自己講完 所以哪 重點來講一下 現在 上課完之後 各位好好的講 OK 尊修國際法 萬元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古今三好兵條約 大家記得 立場 立場 不使用博力和武力 出使各種方法 的修流 無中華國民國 結束在台灣 這樣而已 對中國市民政權 流無中華民國政府 推動事務 不合作也不配合 博力和武力 不是法律的人 應該要做的 各位 你先固定只要走 筆就好 我們要精出公平和正義 集體歡迎 精出 不可以在外面 跟別人兵來兵去 OK 來 這段話是什麼 在那個 板上之雲 裡面的一幕就是 高橋世青 對 主角 秋三真詩說 上天 對 有一部我就說這個 日本紳士淑女 富裕博愛精神 除強扶弱 永遠依法行事 來這回念好不好 來 爭惡 犯罪與邪惡 貫徹正義 如果你是紳士淑女 就不該訴諸暴力 而是應該在法庭上 證明自己的證詞 法庭上 不是說 今天 軍頭不太大 我就 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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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羅軒炎不是染軒炎 還排不上這個位階 所以大家記得 日本天皇保佑台灣所有款 看清楚喔 來這位念 一起念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以及在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誰對誰 清條到日本 對不對 對不對 對的拿手 清朝跟日本所簽的馬關條約對的請舉手 不對的請舉手 不知道的請舉手 沒有舉手就是你了解囉 來問一下 一起再念一次 怎麼會不知道呢 大清帝國大 什麼都賣錢吧 賣錢的拿手 不認識字的請舉手 OK啦來 再念一次喔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跟誰簽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誰跟誰簽 皇帝對皇帝 皇帝對皇帝對不對 對不對 喔 我不是 我不是講戒時 不會說你唸錯了 來啊 拖出去 會不會 不會啊 我們在上課 在研究法理 我們在講法理的論述 你舉手 不會有事 知道嗎 OK 大清帝國大皇帝 是不是皇帝 跟誰 日本天皇 皇帝跟皇帝所簽的 馬關條約 看清楚喔 清朝 日本 所以清朝跟日本 皇帝對皇帝 清帝國皇帝跟誰 日本帝國的皇帝 有沒有看到 他第二條裡面 歌讓的區塊 奉天是哪裡 遼東半島 在哪裡 台灣全島 附屬各島嶼 澎湖列島 還有什麼 格林威治 那個 經緯度 都很清楚 有沒有 這個部分 1895年的4月17號 Simonoseki Treaty Treaty of Simonoseki 就是下官條約 在哪裡 在日本 日本的下官 簽訂的 在這裡 簽訂的那個地方 現在還有保留住的 派相 有誰喔 不好意思 寫很長喔 李鴻章 還有誰 他的第二個兒子 李金芳 日本帝國呢 有皇帝陛下 特 不好意思 內閣 內閣 內閣總理大臣 伊藤博文 他有誰 陸澳中光 這代表 所簽訂的 這裡面 這裡面 各浪的地區 奉天 1895年的4月17號簽訂 5月8號 成效 6月2號 開始 2跟3 這是台灣澎湖 台灣澎湖列島 在對 在現在的基隆外海 有 第一任的 總督 台灣總督府 第一任總督是誰 華山之際 跟 李金芳 在橫濱湾那一台 準明堂 有30幾個島 一粒一粒 去殿礁 奉天這部分呢 在1895年那一年 由 俄羅斯 Russia 主導 德國跟法國出來 提醒 日本 這個是 清帝國的 龍 龍起地 就是他們本來的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個遼東半島你不可以拿 他這個部分 你要尊教萬國公法 那日本的明治天皇 他遵守了 所以 在 當年 他把 遼東半島 就是4月23號的時候就把 遼東半島這個地方 簽訂 返環條約 遼南返環條約 還給誰 清帝國的皇帝 所以大家記得 遵守萬國公法 奉天這個地方 就後來割還給清帝國 那日本天皇保有台灣所有權的依據 就是 馬關條約 這兩部分 這會到這個 兩年的思考期 你要留下來變成什麼 日本的 國家的人民 不就 住不住的 回到中國 清帝國 那個時候叫什麼 清帝國 1895年有沒有中華民國 有沒有中國這個名稱 沒有耶 中華民國怎麼出生了 1912年 還記得吧 這個時間點什麼時候 1895年 4月17號 還沒出生耶 中華民國都還沒出生 所以 這應該說是中國跟日本 所簽的條約嗎 是嗎 說簽的 還沒出生的孫子 說他簽的 那對不對 邏輯上不對喔 日本天皇保有台灣所有權 記得 189年的馬關條約 日本天皇擁有台灣 拿到了 但是什麼 當時 這個時候 法國人你所畫的 清帝國他所 擁有的地方是 中央山脈 六個屯肯區 這個地方 國民黨的教材說這個地方 吞下去 是後來這裡又撲起來 對不對 對不對 不對 因為這個地方 當時是 高砂 不管高砂也好 平埔族也好 都是同一個血脈 南島語系 大家要記得 只是說高砂 住在山頂 平埔住在平地 大家要記得 你看 對焦 取得 台灣的所有權 但是 西部六個屯肯區 中間那個高砂怎麼辦 放著嗎 日本天華沒有這麼做 所以 有沒有看我有一部電影 塞德克巴萊 有沒有 這部電影 裡面就說了這件事情 就是這個地方 物色事件 有沒有 物色事件 高砂族的 中央山脈 移動這個區塊 感覺奇怪 以前 古早市在 怎麼鄉鄉 在 馬關條 簽訂後 鄉鄉一頂 找人 嚇到武器 軍隊蓋起來 你看一般 部落的 人 你遇到 外來的人 侵入 入侵 你會產生什麼情況 打仗 對不對 保護自己的工 所以 所以 1905年的時候 日本就在開一個 國際的會議 討論說 中央山脈移動 因為 馬關條在簽訂的時候 才知道 說 奉天 就是不知道 原來就是 清帝國的發起地 不可以拿 所以 問看看 中央山脈移動 是不是個國家 來日本 美國的代表 向日本說 原來 中央山脈移動 它是部落 不是國家 所以你可以 採取什麼 戰爭 征服 對戰政法裡面 政府它 conquest 把它什麼 納入管轄 所以 1905年到1905 1905到1915 十年的時間 各位 日本的 日本 日本帝國的軍隊 有強嗎 很強 我們沒有一個 就拿出來 怎麼開十年 因為 那是什麼 懷柔政策 日本天皇的神職 自己的皇族 叫高砂 所以高砂裡面 我們有什麼 皇族的血統 所以大家 要稍 我們高所愛人 要稍加 尊敬 因為他們有 皇族的血脈 開十年 政府 完成什麼 台灣主權的建構 這是什麼 萬國公法的 SOP標準 流程 取得 所有權 然後呢 建構 完整的主權 1915年 完成 主權建構 1937年 因為這邊 土地面上的人 完全 有辦法 聽有 日本話嗎 日本 日看有嗎 都看沒有 聽沒有 聽不懂 日本 日本語言 那日本字也看不懂 那 要做什麼 前置作業 是不是教育 教育 這是童話 這是皇民話 說日本話 取日本的名字 在什麼時候 1937年 4月1號 在1945年的4月1號 昭和天王看整個 成效 非常好 頒布了 行憲詔書 將日本帝國的憲法實施在哪裡 台灣 這看得到 什麼時候 昭和20年4月1號 也就是1945年的4月1號 4月1號 是什麼 新的會計年度的開始 也是什麼 新的學期的開始 它是什麼 公司的合併日 新員工的 就任日 現在的日本也是一樣 4月1號 是很重要的日子 有的當然 同情學員會笑 愚人節 NO 愚人節是誰在過的 跟潑水節一樣 我問大家 潑水節在一個國家在過 泰國 全世界都在過泰國的潑水節嗎 沒有 對吧 所以 愚人節是誰 誰的節日 法國的 愚人節 現在愚人節在法國 因為法國當時 新的會計年度 轉換的時候 經濟公司 包括政府單位 還在過什麼 4月1號是 舊的 會計年度 所以在捉弄它 所以衍生成 愚人節這個由來 有沒有聽懂 那是法國人在過的 這個東西 清帝國 福建泉州廈門 這是什麼 護照 清帝國的護照 長這個樣子 劉清博 道卡斯族 搭 福爾摩沙號 到哪裡 日本帝國的台灣 通宵 吞宵口就是通宵 護照 所以白紙也是寫得很清楚 光緒 天字第270號 喉嚼 同樣 名字 住在哪裡 新宅 民宿 頭銜 包括 眼睛的宿 很清楚 1932年31號 滿洲國 各位 各位 我們的史官 要根據法理 而不是殖民政府 殖民當局 他所的 寫的歷史課本 基於感情因素 政治立場 所寫的 為滿洲國 那是錯誤的 歷史記錄 根據法理 本來這個所在 滿洲這個所在 就是清帝國 本來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建立滿洲國 符合萬國公法 OK 有主地 清帝國的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那清朝回去了 建立滿洲國 OK 那台灣的 要獨立 不行 台灣是有主 的地方 台灣 不是台灣人的台灣 是誰的 日本天皇保有台灣所有權 所以是台灣土地 日本天皇 經濟什麼 馬官雕用 下官雕用 白紮為什麼很清楚 台灣 台灣可不可以獨立建國 可不可以 不行 寫得很清楚 所有權人就是日本天皇 台灣人 沒有台灣的 所有權 所以要記得 很清楚 形獻造書 這裡面 有 外務大臣兼大東亞大臣 就是外交的 代行 叫什麼 崇光潰 就是1945年的9月2號 在東京灣祕書禮建上面 簽投降書的崇光潰 跟誰 吉田茂在這裡 是日本帝國軍區大臣 但是 舊金山和平條約 所簽訂那個時間點 1951年的9月8號 這個是1945年4月1號 1951年4月 9月8號的時候 吉田茂是什麼身份 是 麥克拉策修訂 日本帝國 的憲法第四條第九條之後變成 和平憲法 新的 一個 政體叫什麼 日本政府 第一任首相 吉田茂 而不是 軍需大臣 這有一次 初期版的動心 國際版的動心都有問過 這同樣給大家分享 這個觀念 這是日本帝國 不等於現在的日本 要清楚 那台灣是誰的 日本帝國的領土 我聽到我 日本帝國有沒有 消滅 來我問各位 日本帝國已經滅亡的請舉手 還在的請舉手 謝謝 請放下 日本帝國還在 為什麼 為什麼 日本帝國還存在 又在地 對 對 健康 高降一下 鼓掌 為什麼 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存在 大日本帝國的存在 日本天皇在地 所以 日本帝國 還在地 我了解 日本帝國還在 OK 這個 這是台灣總督府的戶籍 藤本 因為外國的人 聽不懂 所以叫什麼 日治藤本 他聽不懂 正式的名稱 法理名稱 大概叫什麼 台灣總督府的戶籍藤本 不是日治藤本 我們說日治藤本 因為外國的人聽不懂 他沒有來聽 法理確定 他沒有討論 他沒有討論 我們說法理 聽得不懂 他來上課 甚至討論 他才知道 為什麼這個 給這天本來叫做 台灣總督府戶籍藤本 你地任 總督 就是台灣 總督府的地任總督是誰 華山之際 所以 日本帝國經紀 日本天皇建立完整主權 要開始什麼 統計因素 照標準 跟每一個人 這項人的 項主 母是誰 大項 長子 赤子 這樣就是 調到很清楚 名 包括這個 項主的 別母的名 出生 出生 長男 長女 他 當時出生 做什麼行業 他本身 是送 有種什麼 包括種牛肚 包括食 這個食是什麼意思 對日本很熟悉 很熟悉 就是 對我們很熟的 外國人 外國人都叫什麼 婆媛兒 在清帝國叫什麼 藩 所以藩是好事啊 好意還是賣事 藩是一句好 好威 不是 殖民當局 中國國民黨跟人家說 那藩 什麼叫藩 藩就是外國人 我們就處理了 各位 這篇土地面上 請你記得 這片土地 目前 法理上來講 有兩種人 除了剛剛講的 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征服者跟被征服者 現階段來講 請你寫下來 日本臺灣 日本臺灣人 跟什麼 外國人 這個土地面上只有 日本臺灣人 就是日本天皇保有臺灣所有款 這個土地面上本土臺灣人 叫做日本臺灣人 跟誰 外國人 外國人 這個土地面上就是 日本臺灣人跟外國人 我給他請教就一個就好了 蔣介石是日本臺灣人 還是外國人 這陣子的親母部 他的銅像頭上砸起來有沒有 落個肚子 還在微笑 有沒有 他是日本臺灣人還是外國人 外國人 宋楚瑜是日本臺灣人還是外國人 外國人 郝伯春是日本臺灣人還是外國人 連戰 外國人 全部都是外國人 懂了嗎 蔡英文是日本臺灣人還是外國人 這請你們大家都 無沙沙的幫你問一下 你最好了 最到這個改動了 蔡英文是日本臺灣人的請舉手 在法理上 請放下 他是外國人的請舉手 不知道的請舉手 沒牙齒就知道了 來我問一下 那就舉不知道就好了 來我再問一下 蔡英文是日本臺灣人的請舉手 請放下 請放下 外國人的請舉手 舉高沒關係 請放下 不知道的請舉手 謝謝 各位 蔡英文是哪裡 外國人 有些外國人 他效忠誰 他效忠 流亡中華民國 也就是效忠中國殖民政權 效忠 那他的身份呢 不管 他就是中國人 他做中國市民政權的領導人 他效忠了 懂意思嗎 好 再問一下問題 日本臺灣有國籍嗎 日本臺灣沒有國籍 來 我問各位 請舉手就好了 日本臺灣有國籍的請舉手 沒有的請舉手 OK 日本臺灣沒有國籍 為什麼 跟英國女皇一樣 因為他是 被效忠的對象 所以他沒有國籍 懂意思嗎 OK 對日本帝國比較熟悉的 外國人叫熟 福勒 講福建語 福州話 泉州話 通通叫做福 的平埔族 懂意思吧 講廣勒 講廣東話的平埔族 那平埔族跟高砂族 有沒有同一個血脈 有啊 祖先從哪裡來 非洲東部 冰河時期在什麼時候開始 冰河時期末期 6萬年前 距離現在6萬年前 人類開始潛行 從非洲東部經過 阿拉伯半島 印度半島 透過東南亞 然後上來 台灣 沃克娜 再來什麼 日本 朝鮮半島 到哪裡 現在的中國 這個 這個區塊 什麼時候開始在台灣這個地方停留下來 距離現在 39,600萬年前 到4萬年前 最近在這裡 現在中國的地方 是很後面的 所以 各位 這脈絡怎麼來 這是 美國有個 電視頻道 這是什麼 國家地理頻道 它透過 全球70萬人 現在累積不止 什麼90萬 甚至還 往上增長 根據DNA 的一個脈絡圖 這個脈絡是什麼 M 174 這個代號 大家記得 M174 我們是這個脈絡 那 台灣 是誰的祖先 日本的祖先 那日本是誰的祖先 朝鮮半島的祖先 那朝鮮也就是現在的韓國 他說他是現在中國的祖先 對還錯 對 台灣有背奏喔 背奏 那你祖先 敵了 你是1949年 9月2號之後 從那邊過來的 你的祖先就真的是中國 懂意思吧 除此之外 你的祖先 你是在這裡 土生土長的 你就是這裡的 不是他們是我們祖先 了解嗎 這部份大家要注意喔 中國的大法官公開聲音 他已經本來就已經有日本帝國的國籍了 這時間點是 1946年的1月25號 因為中國民國東共 在1946年的1月12號 透過行政命令 將所有 日本台灣 上面 每一個 大日本帝國的台灣人 把它改為什麼 中華民國的國籍 這是違反國籍戰爭法 所以這已經 親如 中華民國的中國大法官 已經 講了 他講台灣光復節 錯 這也是違反國際戰爭法一廂罪名 這一天 什麼時候 1945年的 10月25號 在戰爭法上面的正式名稱 叫做交戰國 軍事佔領日 國際戰爭法 萬國公法 這裡面的內容要清楚 台灣不是公報 為什麼 這本土地民典的本土人 日本人 是征服者 或是被征服者 戰勝 還是戰敗國 日本人 戰爭的爺手 戰爬的爺手 謝謝 大家稍微想一下 既然是戰爬 有參加戰爭戰爬 戰爬有公報嗎 戰爬就失去了 怎麼會公報 所以用公報這個對嗎 對 中華民國東局 說起 台灣光復節 有沒有違法 有沒有違反戰爭法 嚴重違反 那是不是像罪名 對啊 OK 2009月12月15號 習近平 去豐盟 平成天皇 這製造成天皇 美國安排 本來 每一國的 完修 要來看日本天皇 要跟他近臉 首先 幾十五月前 就要先預約 跟國內聽說就好 又好了 才可以來近臉 這是美國安排 給習近平 來 面談 時間多久 15分鐘 說什麼 什麼內容 他說 天皇陛下 我們現在中國 經濟環境很好 我要跟你參加一件事 你可以跟台灣 配合 賣給我們中國 平成天皇陛下 怎麼樣跟他回答 他說 我的風俗 自一開始 祖先跟我這代 不要做過賣賣 從我的祖先 皇祖的祖先 到我這一代 天皇 我們都沒有做過買賣 要聽有沒有 有沒有聽懂 台灣澎湖會不會賣掉 沒有辦法賣掉 為什麼 在台灣民政府的官網裡面 有一篇文章 有講到這個 沒任 歷任的 接任 日本天皇這個位置的 國家法人 他有一部 規範叫做什麼 皇室典範 皇帝的皇 教室的事 點 字典的點 犯的 規範的犯 模範生的犯 皇室典範 就是每一人 你只要 每一台的天皇 你只要 是日本天皇 你必須要尊教 皇室典範 團成後來的 天皇 所擁有的 土地 可以 可以 增加 不可以減少 財產也一樣 各位 台灣朋友可以賣嗎 可以賣 不能賣 OK 習近平呢 平衡會回來 2008年2月2號 台灣民政府 在 成立了 美國國會要主動協助 原告成立他們的政府 就是 Sivil government 台灣Sivil government 這是台北 戰爭法 來看 伊拉克 伊拉克2003年 到2003年 3月20號開始 4月19號 正規的戰爭結束了 這打了多久 一個月 再來 2010年8月31號 美軍的戰鬥部隊撤出伊拉克 2011年12月18號 美軍全部撤出伊拉克 再來 2010年8月28號 這個是一個鏡頭 華盛頓 安德魯斯 空軍基地 從伊拉克返回 的美軍 走下飛機 戰爭法 留定 國際戰爭法 減領的原因 比減領苦經過一段時間 17編合的必須 撤軍 維持 經過一段時間維持平和德西 當地的民政府 可以完全取代 軍事政府的運作的時候 軍事政府的佔領 就必須要撤軍了 宣戰 什麼時候宣戰 一片土地 1941年的 12月 8號 也就是美國的總統 羅斯福不是杜魯門 上回有個學員 下課之後跟我講 是不是杜魯門宣戰 是美國總統 羅斯福 在美國的國會演說 向國會的議員演說 邪惡的 大日本帝國 這樣講講講 然後什麼 12月 8號 美國國會 正式 向日本帝國 宣戰 是美國的國會宣戰 要取得 OK 軍事政府成立 然後什麼 停戰 軍事的佔領 然後成立 人民政府 就是 民政府 要保護當地平民的生活 軍政府進駐 所以 發生疑伐 害怕 包括現在 把我們求稅 叫我們人去做兵 這樣有違法嗎 有沒有違反戰爭法 有啊 有違反 很嚴重 這誰 認識他的請舉手 你實力的請舉手 認識他的請舉手 謝謝 不認識的請舉手 謝謝 你看我們的 年輕的學員 現在的 教科書 真正是有夠冷的 你連這個 你都不敢介紹 你現在教科書 還沒看過的 他是誰不知道嗎 我以前讀的教科書有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是戒嚴 戒嚴時代 教科書有這一本 裡面有印 他是誰 杜魯門 這是一些同心的誤 為什麼現在 年輕的同心沒有 教改 改得很好 如果改得好 為什麼他 我們不認識 所以 也殖民教材 為了政治目的 編的 殖民教材 不正常 黑白教 杜魯門 蔣介石 本來也合作 後來破裂 為什麼 二戰結束之後 美國跟蘇聯開始冷戰 美國開始支持中國國民黨 提供大量的資金 因為那麼多錢 中國國民黨應該有辦法打贏 共產黨 對不對 結果 中國國民黨 他拿的這些資金 這幾天就有這幫人 後來美國人 憲哥去調查 發現 中國國民黨 把他們的資金 折扣掉 所以 杜魯門說有一句話 全家 一家都是賊 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 只有一個 一家腳都差了 全部都是 杜魯門可以見證 你看看這個 這兩個部份要分清楚 你現在台面上所看到的 蔡英文 什麼 民進黨啊 中國國民黨 時代力量 屬於什麼 來唸出來 中國內政 你看他的當選書 你聽什麼 中華民國的 總統 政書 OK 這些流亡政權 要回哪裡 中國 我們在台灣這邊是什麼 美國要照 國際法理要親自 軍事 軍事占領 然後由 被占領地的人民 組成的 civil government 那組成的民政府 可不可以由中國人來擔任 可不可以 根據戰爭法自由 被占領地的人民 就是日本台灣人要組成 台灣民政府 而不是中華民國來組成民政府 懂得是嗎 OK 國際人權案件 2006年 10月20日 第一天 2015年 2027號 這個都是 美國當地的時間 控美案有兩次 第一次是 台灣人權保護跟台灣國際地位 為標的 第二個 就是剛剛講的 1946年1月12號 中華民國當局透過 傑參 制地的 1297號 訓令改變所有 被占領地 人民的 國籍 但是大家有看伊拉克跟美國 打仗 伊拉克的人民有沒有國籍 變成美國的國籍 有沒有 伊拉克的人有沒有去當 美國的阿兵哥 拿著美國的槍 穿著美國的制服 當美國的阿兵哥 有沒有 沒有啊 為什麼中華民國搞這個 違反戰爭法 拿著 雞毛 當令箭 亂做 所以在台灣民眾的這邊上課的同心大家記得兩件事情 第一個 沒有授權的事情不要做 第二個 沒有授權的東西不要拿 我記得 前陣子 英國有一個案件 有一個英國人他在 地上 撿了錢 後來各位你知道嗎 有罪 被判刑 肚子的東西還可以 黑白扣 扣錢 銷了 就金庫庭了 在英國你就被抓了 有罪 這個通通都是等於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簡稱中國 聯合國的席次看清楚 上面寫什麼 China 支那 C H I N A 它是不是寫中華民國 NO 是不是寫中國 China 旁邊這個是誰 哥倫比亞 美國再來寫 來看好 以下是台灣民政府宣布 事項中華民國當局所犯的罪嫌 屬於 國際法理 裡面的戰爭罪 來一起唸 做今天課程的尾聲 1 ROC宣布 1945年10月20日為 台灣光復節 2 ROC在1946年 元月12日 宣布台湾人 集體規劃為 中華民國國籍 3 ROC在1949年12月開始 對台灣澎湖地區男性 實施 強制徵兵制度 4 公然搶奪日本台灣國產與人民土地 當作 中國國民黨 私產和 個人財產 民進黨可不可以拿去 可不可以 記得 中華民國民進黨蔡英文 當領導人 他也不可以把這一筆錢 放到他們 所謂的政府的口袋裡面 應該有誰來處理 美國軍事政府來處理 因為在舊金山和平條約第四條的B款 已經很清楚 來規定了 所以這個 從什麼時候開始 連鎮東 當 接收大員 為什麼連戰 最近幾天 今天他來張 新母母 登入富豪的 排行榜 有沒有 他的警衛隊來 他爸爸 連鎮東 很多人一口去買土地 你買到 明天就消失了 所以 這些 通通都是違反戰爭法的行為 記得 兩個重點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他把所有日本他人集體規劃中華民國國籍